那当然也看到这两天其实整个世界的变化是非常的快 那我们今天要宣布我们今天新增了八个 八个确诊的个案 16号一口气新增八个确诊个案 案60为中部二十多岁女性曾独自赴欧洲旅游 案61为南部五十多岁女性也飞往奥地利捷克团体旅游 案62为北部六十多岁女性致菲律宾探亲 案63为北部五十多岁男性 为昨日公布案五十五支埃及旅游的同团团圆 案64为北部二十多岁男性臣赴西班牙旧学 案65到67为南部两名五十多岁女性 以及一名六十多岁男性臣赴土耳其旅游 光是外国旅行团就出现了群聚感染现象 因此指挥中心扩大旅游警示范围 所以我们今天就宣布 我们到从东欧中东中亚及北非共四十二国一 一个地区全部提升至第三级警示 非必要避免前往 国外疫情持续扩大 指挥中心再次提醒民众 不要前往疫区之外 为了加强防疫力道 表示非必要负三级警告地区或国家 及填写检疫通知书不实者 不可领取防疫补偿 并加征必要之费用 另外旅游疫情第三级以外国家 来台短期停留外来人士无健保卡者 有症状者需自费检验 人士新闻人 斯迪布乱台北市采访报道